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天地之间,莫过于人 而与人相处并非一事 曾国藩兵剑中说大旨意变轻拙 细处坚论取舍 要看清一个人 不但在大处要分辨轻拙 而且还要在细处分辨主次 方可做出取舍 越是体察入微 越能洞悉出人心 人与人之间 从亭水相逢到莫逆之交 必须经历无数的考验和磨难 然而人心方寸间装下了世俗浮华 难免掩盖了虚伪与冷漠 人心的背后 是往往被忽略的人性 深渊有底 人心难测 学会看清一个人 才能够远离伤害与纷扰 懂得选择和取舍 学会看清一个人 才不会愧对真诚与善良 坚守原则和信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看清一个人 不用试探 不用猜测 只要看这四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人生海海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照亮了你前行的路 有的人抹去了你心口的尘 而有的人却给了你此生永远的痛 世人万千 人心难测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我们无法轻易做出判断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借我 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于是就有了试探 有了猜测 有了怀疑与不信任 但其实 想要看清一个人 不用反复试探 也不用过度猜测 只要看这四件事就够了 生气时的态度作家 韩九叔说我发现 要看清一个人 不是看他喜悦之时 如何待人 而是看他生气之时 如何对人 平时不知意 有怒亏人心 小事见人品 生气见境界 毕竟一个人在生气时 往往做不到伪装 一些不妥的情绪 想法甚至行为 也会随着脾气 一股脑地发泄出去 所以要想看清一个人 不妨看看他面对生气时的态度 一个人在生气时的言行举止 往往是映射着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生气时的样子更是暴露出一个人的本性 一个人的情绪里藏着他真实的样子 包括人品 气度和教养 你在生气时 所表现出来的刻薄 自私 算计 或许并不是因为情绪 战胜了理智 有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真实内心 而真正的人品 经得起愤怒的考验 他们不是不生气 而是即使生气 也能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 管得住自己的脾气 这样的人也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深交的人 在利益面前的抉择论语 曰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其意思是说 君子看重的是道义 而小人看重的是利益 利益是人性的是金石 想要真正看清一个人 就看他与你发生利益冲突时 是如何抉择的 你会发现在利益面前 再深的感情 也有可能消失殆尽 在利益面前 很多关系 其实脆弱的不堪一击 正如曾国藩所言 与好利人共事 几必受累 意思是说 和那些过分贪图 利益的人共事 那到头来 一定会连累到我们自己 就是因为利益 像一面照妖镜 让每个人在他面前 一定会原形毕露 有关人性的这一切的书中 曾写到 只有利益与人性的东西 才是分算得清清楚楚的利益面前 有可能亲人成为仇人 朋友变成陌路 一个钱字 最能看清人心 看透人性 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行 就像莎士比亚说过的那句话 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棍 随随便便 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那些在利益诱惑下 仍然不改出心 坚持原则的人 往往人品正直 心胸开阔 做事懂得为对方着想 有着大格局之人 这类人品端正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左右逢源 即使暂时碰到困难 也会有贵人相助 再难的是 也会迎刃而解 而那些自私自利 唯利是图的人 看似是得到很多 但其实失去了更多 暂时得到了一些迎头小利 但输掉的是自己的人品 含的是人心 面对利益时的态度 印证了一个人的人品 也看透了一个人的人 心对弱者的态度 有人说 一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 其实反映着 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其实不仅是国家 个人亦是如此 一个人对待弱者的态度 藏着你最真实的人品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 绝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只是不会把脾气 发到一个 比自己弱的人身上 而一个人对待弱者的态度 往往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反应 因为一个人在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时 那种低调谦逊的姿态 有可能是伪装出来的 但面对地位比他低的人时 往往会卸下伪装 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是不会狂妄自大的 更不会以欺负弱者 来达到抬高自身的目的 孔子曾言官微强疾 道计无福 然则无推甚善 意思是说 看见墙要倒了 如果不去福的话 那么你不推 就是一种善良 同样 看到弱者的话 不想给予安慰 那么不落井下石 也是一种善良 尊重弱者 反映了一个人 最真实的人品 真正的教养 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是不以人的身份地位 为转移的 无论你地位高还是低 他们都会以 同样的姿态来对待你 而不是你地位高就谦逊有理 谈笑风生 你地位低就傲慢轻视 高高在上 所以 要想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教养高低 看他对待弱者的态度 就知道了 细节见人品古人 云品现于世 心藏于身 往往真实的人品 总是会从细微末节处表现出来 所以细节也犹如一面显微镜 更能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一位网友曾分享过他的一段经历 他的一位朋友 从外地回来 要借他的车用两天 这位网友毫不犹豫地 就把车送了过去 临送之前 他还仗义地 把邮箱加满了 结果一周后 这位朋友打电话给他 让网友 自己去车站停车场去取车 他着急赶火车就先走了 这位网友取到车时 却发现邮箱黄灯预警 大投资家查理芒格 曾经告诫他的儿子 如果你借用了朋友的车 还车时 无论多忙多不方便 都要把邮箱加满 朱自清先生说 细节就是一言一行之微 一杀一时之戏 往往显现一个人品性的 就是那些毫不起眼的小细节 越是小事越能见真章 越是细节越能暴露品性 正所谓细亏一般而见全报 观低水可知沧海 决定一个人人生高度的 也正是这些细节 因此 想要看清一个人 不一定要在大是大非面前 有时候 越是细小琐碎的事 越能见到最真实的品性 人生如列车 有人来 有人走 初见时往往带着欣喜 分别时 却未必能有个圆满的结局 林清玄说 来是偶然 走是必然 不是谁都能陪你走到最后 也不是谁都值得你付出真心 刘振云说过深渊有底 人心难测 你以为的真心相待 也许只是自作多情 你相信 有人能陪你患难与共 却忘了世间多的事 大难临头各自飞 谁也不知道在当下和你有说有笑的人 会不会转过身就和别人诋毁你 谁也不知道 如今嘴里说着爱你的人 会不会下一秒就弃你而去 一个人 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才能看清 谁是真心对你好 谁是假意对你笑 只有在遇事了以后才能明白 谁最值得珍惜 谁必须远离 有的人看似老实 却内心骄纵 有的人看似坚韧 却懈怠懒散 有的人空长了一副好皮囊 但没有一颗好心 有的人表面痴债念佛 背地里却坏事作绝 而我们常常会被表象所迷惑 知人知面 却不知心 不是谁都能理解你的善意 不是谁都能看见你的真心 感情中没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 很多时候 你无条件地给别人雪中送坛 到最后只会被别人的无情寒了心 而真正的知己 就像大雨中的伞 是为你撑起一片天的人 是愿意陪在你身边 为你摆平麻烦的人 人要懂得将心比心 才能越靠越近 再美的花言巧语 都是浮云 唯有关键时刻 伸出的手才最实际 对你好的人 不畏惧任何考验 而利用你的人 最怕你给他带来任何福 负担事事难料 生老病死 我们无法掌控 人心难测 别轻易就被他人的表面感情欺骗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说到 无话可说 有多少缘分 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 缘分会变 人心会圆 人到了一定年纪 必须扔掉几样东西 不爱你的人 没意义的酒局 看不起你的亲戚 虚情假意的朋友 山河故人中 有句经典台词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虽然无奈 却也是事实 越长大 就越会见到更多的聚散离别 终有一天 我们会明白 人生就是不断地相聚和离别 重复着熟悉和陌生 到头来 那个最值得你依赖的人 其实是自己 事实无常 人走茶凉 试着用一颗平常心 去对待生命中的来来往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发测试咱们下期再见 发测试咱们下期再见 无论